這裏是機場的馬匹處理中心 32匹接下來星期六到港參加奧運馬術比賽的馬匹 下機後會經過這段路去卸馬區然後上車 演員未完成馬匹便會安置在這些臨時馬房 還有灑水系統和風扇為馬匹降溫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和一班官員下午來看過 之後還參觀了機場中央控制中心 在禁區的運動員截代貴位 和奧運比賽的工作人員註冊中心 唐英年說香港的馬術比賽設施達世界一流水準 各個政府部門也會做好本分 確保馬術比賽順利進行 我們是一個政府 我們是一個團隊 所以我們會以一個團隊的精神 大家做好 大家自己本分 令到這次奧運能夠安全 暢順和歡樂 唐英年又說沒有證據顯示 昆明發生的巴士爆炸案和馬術比賽有關 而香港暫時不用像北京一樣 市民乘搭鐵路要進行安檢 到目前為止 我們是沒有證據顯示 分明那個爆炸是針對香港馬術比賽的 所以我們目前的保安程度 仍然是維持中等 我們不認為目前是有這個需要 就一些譬如地鐵 都引入這個安檢 唐英年又說任何人想在馬術比賽期間舉行示威 只要有關活動是和平和合法 當局會按照一貫手法處理